张天爱被欧赖亚冠威举官,网友,原因真的是这样吗?曝光真相。 凭借一部《太子妃生》之际,火了三个人,其中就包括张天爱。 而其他两位主演,盛伊伦和于萌龙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,尤其是于萌龙,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,饰演的白浅的四哥,那古装造型,简直就是惊为天人,说他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美男子也不畏过呀。 不过张天爱除了《太子妃生》之际,还满养了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等多无影视剧,不过最近热度有所下降。 在网剧《太子妃生》之际很火的时候,各大品牌商都想分一杯羹,微博营销号也是每天都刷屏式的发相关的信息。 张天爱的总工人设一直居高不下,自然而言也激了很多的代言。 不过张天爱的工作室可能是太心急了,新人在这个圈子里,太浪了也是会吃尽苦头的。 但是,浪也已经浪过了,在该亲杯的时候选择了高调,后果也是要自己承担的。 近日,欧莱雅官方微博取关了张天爱,之前,作为欧莱雅的代言人,张天爱一方经常和欧莱雅品牌方出现沟通问题。 其团队把张天爱碰得太高,认为别人都会来碰臭脚,不料碰得越高摔得也越惨。 这不,欧莱雅官闻这一曲观行为,瞬间让张天爱登上了各大新闻网站,耍大牌等事情也被爆了出来。 艺人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形象的象征,好的艺人,好的流量,能给品牌方带来良好的效益和收益。 但是张天爱的红火程度并没有持续很久,后来拍摄的电视剧也反响平平,所以欧莱雅选择放弃和她的合作也属正常。 但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,外部人员也不是很了解。 只不过,看到欧莱雅支持过了张天爱一位代言人,而之前合作过的范冰冰和李冰冰都没有取消关注,想必和张天爱的团队是真的闹得有点不愉快吧? 毕竟,谁还没有一点脾气呢?允许你耍大牌,不允许我去观影吗? 小编觉得,数十没毛病。 像之前,毛不易被人吐槽,在综艺里话很少,他说,新人应该有新人的生存法则,我的义务就是唱好歌,其他的慢慢学习。 而现在想想,也确实是如此,有的时候,心急反而吃不了热豆腐,急功尽力反而招人厌烦。 中文字ский小编 中文字幕如 ko Sud 中文字幕 proceed 《徐勋估こと